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期熱話 又是我Cece 和大家討論今期的科技資訊 立即開始 根據近日流出資料及圖片看到 LG將會在來年推出 B4、C4及G4 三個主要OLED電視型號 外觀設計上似乎沒有太大改變 不過有消息指 C4及G4將會換上新一代 具備AI技術處理器Alpha10 除了可以提升畫質之餘 還令到新機可以支援4K144Hz VRR顯示 而入門的B4就支援4K120Hz VRR 不過各機款仍未能夠獲得支援4K144Hz HDR的Pro認證 另外有外媒亦都在韓國安全機構 在於safetycareer.kr上面找到C4實機圖片 更加容易 屏幕在關機時的高反光度 估計C4仍然未有採用MLA OLED面板技術 換句話說 這種先進技術來年將會繼續有高階機獨佔 Samsung預備在2025年的Galaxy Z Fold7 Flip7手機上 先行轉用新一代藍色Volet面板 有助提升用電效能和顯示亮度 Samsung Display研發出一款新的藍色輪光物料 發光功率可以達到其他顏色的大約55% 有望將面板總功耗降低 達到節省電和提升亮度的目標 不過新技術仍然有需要解決的問題 有指新藍色材料的壽命 估計是目前材料的55% 所以Samsung會怎樣應用 就要看看日後的產品 新藍品牌AVO推出一款 只是用一個動鐵單元的耳機Magic One 香港定價是$1099 用上品牌獨特設計 表現可以比美動圈單元和多動鐵單元 他們的團隊足足用了三年時間去研發和調整 終於做出這個專利SEMAF動鐵單元 聲稱擁有比傳統動鐵單元擁有更廣頻率範圍 和更加豐富飽滿的音色 通過RLC電腦網絡和複雜聲學結構 減低動鐵單元和唇音之間差距 實現更加出色的高頻延伸 單元還採用了獨特的後腔體結構 靈感源自鸚鵬朗 使用一條又長又細的聲學管道 引發出單元強大而準確的低頻效果 HifiMan推出全新的無線耳機 Savonna Wireless L2 擁有自家開發的單元、解碼和耳礦模組 更加難得的是 今次外形設計上都落足功夫 為耳機設計出一個流麗優雅的外殼 充電盒亦都造型獨特 主打輕車風格 現在耳機在香港進行預購 定價是2280元 耳機繼承了多個HifiMan近年常用的新技術 單元陣膜進行了特殊托迫式導膜處理 而解碼和耳礦模組就是 Himer Layer R2R定制模組 低失真、大輸出 HifiMan更加指在播放24bit 96kHz音樂時 表現有同品牌萬元級組合的九成 可見對新機非常之有信心 音樂管理和播放軟件Rune 近日宣布被Samsung旗下紙品牌 Harmon 收舊 Harmon 官方聲明說 Rune 還會維持原有的營玩方式 但附帶條件就是Rune需要協助 Harmon 提升串流音樂體驗 外界預計 Harmon 第一部很可能會將 Rune 的部分功能 移植至到旗下WiFi 智能喇叭及耳機 以進一步提升音質體驗 及操作多樣性 但產品實際是怎樣呢 就有待實物到手的時候 我們才知道 大致當前為家的影音器材造星級 就一定是指定動作 如果大家都喜歡英倫風的話 Cambridge Audio 這個冬日優惠就可能適合你了 焦點之罪 當然是旗艦HM-Q 串流功能前級 加一對HM單聲度後級 會議組合的8次發售 只需要87,200元 就可以將原價超過10萬元 旗艦組合帶回家 而人器作EVO 150 亦會加推香港特別版側板配件 及新設定制側板服務 優惠期由即日起 至到24年1月24日 想知更多優惠詳情 可以參與我們早前推出的 Cambridge Audio 冬日禮月特輯 聖誕時節當然要借機會 慰勞一下自己過去一年那麼辛苦 所以Caf亦都把握這個冬日時節 推出了多項優惠例如 當中包括LS60 Wireless喇叭 首次以73節發售 只需要39,980元 另外人器作LS50 Wireless 2喇叭 LSX2亦都以期間限定76節及75節推出 優惠期由即日起到明年1月7日 想要了解更多場證的朋友 就要收看我們早前推出的 Caf冬日優惠短片 聖誕節快到了 說了那麼多產品 我都心動 等我都立即入手買幾部 大家有什麼意見的話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當然不少得 當然要like 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Bye Bye